我还是生气 我再去听你出口气 好了 你别再闹了 我都怕你刚才经你那么一闹 凯文知道的心里肯定特难过 以后跟他妈的关系 就更了恶劣了 你一味地忍让 只会助长他人的气焰 找这么下去啊 就算以后你跟周凯文结婚了 光是伺候那个恶婆婆 就要了你的半条命啊 哪会有幸福日子过 我知道 所以我才跟凯文说 让他好好修缮 跟他妈妈的关系嘛 修缮不了 我觉得呢 你还是尽快跟周凯文分手 那跟我哥复婚 跟小智逗逗一家团聚 这才叫幸福美满 事情要都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就好了 你妹妹 到你了 啊 那我去了 照彩超来看啊 应该是输卵管堵塞而导致的补运 那怎么办啊 可以做输卵管开通的手术 手术 别紧张 不用开场坡度 用腹腔镜微创手术打通堵塞 就应该能够正常地怀孕了 那万一不同呢 可以做人工手孕 导致着需要和李先生一起来医院 都是你 还有我到现在还得留鼻涕呢 好好 下次补偿你 烦你下次休假 再带我出去玩 我又要跟滕总应酬了 当然了 生意哪有一次坦诚的呀 想去哪儿啊 你得做顾客吧 怎么问我呀 玉芳 清清清饭好没啊 晨曦出了点小问题 马上就好了 别弄了 吃饭了 好 我知道了 来 好丰盛的一桌菜 花了不少工夫吧 以后呢 我们都在家里面吃 不上管子了 为什么 我准备调理身体 生孩子 怎么了 还是 等我性项目拿到了以后再说吧 生孩子又不是孙猴子 说蹦就蹦出来了 怎么说也得好几个月的时间呀 再说了 趁年轻得赶紧生孩子啊 不然到老了 到时候想生都生不出来了 我现在没心情 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 该放松还是要放松啊 难道说做网络的都不生孩子了 你说你好不容易做了一桌菜 能不能先让我好好享用一番呢 我今天呢 去看博弈盟诊了 医生怎么说啊 医生说我输卵管堵塞得治疗 所以嘛 你看 现在不是生不生的问题 而是第一步你先得把病治好了 我们才能考虑下一步 你说呢 来 吃饭 清晰旅馆 这不是立方跟唐总应出那天吗 吃饭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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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脸皮厚呢 还是装过我看呢 您知道我讨厌你 还要死皮赖脸的纠缠我儿子 你到底想贪图我们家什么 我只是来送两本书 是你那点勾引男人的小把戏 在我面前耍不开 不敢见我 既然不敢见我 就滚得远一点 让我永远都不要见到你 你一味地忍让 只会助长他人的气焰 找这么下去啊 就算以后你跟周凯文结婚了 光是伺候那个恶婆婆 就要了你半条命啊 哪会有幸福日子过 你好 行 想喝点什么 喝咖啡送甜品是吗 这优惠券不是你买的吧 优惠券一定要谁买谁用吗 不是不是 我就是随口问一下 那你想喝哪种咖啡呢 我老公平时喝哪种我就喝哪种 我 我们店里客人很多的 不知道您老公是哪位啊 我老公既然在你们店里 买了那么多优惠券 肯定是这里的熟客 你不会不知道吧 是不是立竿见影的那位先生 好 请稍等 好 请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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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们一家人聊得太干净 那我去干什么呀 再说了我也插不插话 只能在旁边陪笑 要是说错话了 还得说贝贝数落 你跟我说实话 你跟贝贝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没事啊 夫妻之间哪有不犯罪的嘛 你就别瞎扫心了 别做对不起贝贝的事情了 你说这话立场就不对了 你凭什么认定就是我对不起贝贝呢 她是一个粗线条的女孩子 凡事大大咧咧 但是一旦让她觉得不对劲了 那这个事 我觉得就不简单了 你 外面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你扯哪儿去了 这怎么可能啊 我跟贝贝 完全只属于个性不和 生活在一起时间久了 难免会有摩擦 就这么简单 好了开过去吧 走吧 走了 你王晴 她有什么好啊 你竟然为了她 连妈都不要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得想个办法 让他们两个分开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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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张你都知道 你未免也太生气了吧 不是 我今天闲着没事数了一下 发现少了一张 家里又没有外人 没错 是我拿了 我拿去喝咖啡了 心情不错啊 跑那儿喝咖啡 你不嫌远啊 我很好奇 那家咖啡馆的咖啡 真的那么好喝吗 你买了一本又回去 我哪有这闲心意志啊 同事团购的 我算算比较便宜就买了一本 以后和客户谈生意可以去那儿 你要是喜欢的话 全给你好了 不用了 反正我也不常去 你拿去用好了 你把衣服换了吧 我再收两个菜就可以吃饭了 走了 轩轩 你记不记得 将军你张军传给我的 记得 是我发给你的呀 怎么反而传得隔这么久了 你把当时的状况详细一点的告诉我 你要干吗 你先别管了 你干嘛说 我想想啊 我记得他们那天 两个人谈得很开心 那个女的还送了引荐瓶东西 八卦一下啊 他们两个人呢 还互相留了微信 传照片什么的 你看 小湯姐 你怎么突然过来了 我带来一些点心来给大家 你帮我分一下好不好 好 dzisa请带来吃点心 赶紧过来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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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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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情节这份我给她送过去 我说你可够神奇的 你怎么知道她提前结束休假 回来上班了 我正想问你呢 我就在楼下看到她的车 在想她怎么会提前回来上班呢 我也不知道 不过呢 她好像心情有一些不好 说话小心点 秦姐 你在忙吗 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 这个很好吃的 大家都有 赚钱不容易 你义务地帮我们做很多工作 我已经很感激你了 每次还都带这些东西来 让我们怎么好意思呢 没事 大家开心就好了嘛 我刚刚听小汤说 你心情不好 怎么了吗 有没有什么 我可以帮你上忙的 没什么 谢谢你 我原本有问题想请教你的 但既然你心情不好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我先走了 没关系 有什么事你直说就好 真的可以啊 坐吧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很早就结婚了 生了一个儿子 因为某一些因素离婚 当初没有争取孩子的监护权 现在有点后悔 当初为什么没有争取监护权呢 那个时候啊 只要能离开那个男人 他什么都放弃了 现在他的前夫说要再婚 他担心那个后马会对到他的孩子 所以才开始着急的 建平若是再婚 就会对逗逗和小致好吗 秦姐 秦姐 真抱歉 其实每个人性格不同 家庭状况也会不同 所以我恐怕给不了你什么建议 你说的也是 那 那你忙 我不打扰你了 我先走了 社长 我是汪晴 我想请两个小时的假 你忘了 小致逗逗助孝不在家 我是专门来看您的 我不好不坏活着 没什么好看的 上次您生日 我突然有急事没能过来 所以今天特地来道歉了 哎 姐姐 谢谢你们二老把孩子 照顾得那么好 你们辛苦了 没什么辛苦不辛苦的 两个孩子都是引家的骨肉 照顾他们天经地义 你不用感激我 有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之前 因为发生很多事 我也疏忽了对两个孩子的照顾 可是他们现在 渐渐长大了 我觉得应该跟他们 多亲近亲近 多给他们一些母爱 所以想每逢假期的时候 把他们接到农场去住 我会负责接送的 你和建平复婚 就不用分两地住了 我跟建平已经商量好了 保持现状 对彼此都好 保持现状 那豆豆小致 也可以保持现状 对大家都好 您也是做母亲的 为什么不能体谅一下 我的心情呢 您喜欢孩子 可以跟姓周的生啊 没人阻止你 别打我们家豆豆小致的主意 豆豆是我从小带大的 小致是我亲生的 我对两个孩子的付出 您也都看在眼里 为什么 您说这样的话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难道你对建平就不过分吗 他只是逞强不说罢了 你想和孩子亲近可以的 除非你不嫁人 建平和孩子是两码事 我看就是一码事 反正要不全家团圆 要不就一排两散 绝不答应分两个家 你没有这样的权利 那好啊 咱们走着瞧 把你理工拿回去 我受不起 对不起 刚才 有点冲动 可不责言 您别往心里去 我哪敢呢 建平要是知道了 又得该埋怨我了 我可受不起这个 阿姨 有客人 是佟小姐 来来来 伯母喊 来来来 坐坐坐坐 佟伦小姐 你和建平的事呢 我和她爸一百个赞成 以后啊 你就常来家里啊 走动走动 不是 伯母那 既然你有客人 我就不打扰了 我先走了 伯母 她是 是 汪晴 建平的前妻 就是她呀 我都没打个招呼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伯母 您应该介绍一下呢 对不起啊 我忘了 对了 你来找建平 建平上班去了 我不找建平 今天呀 我是特地来送她任意的 你看你 谢谢啊 莫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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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平的爸和小致豆豆 穿上发热衣 冬天就不怕了 我走了 佛小姐 真是太谢谢你了 让你破费了 小事 下生产的 好 请多多指教呢 对了 伯母 刚刚当着汪晴的面 您干嘛说 我是建平的女朋友呀 这 您这让她误会了 多不好意思 我的确是故意的 别以为只有她会交男朋友 我们家建平又不是没人要 伯母 可您这玩笑开的 不 我是认真的 是呀 佛小姐 你看 你人漂亮 有礼貌 又大方 要是跟我们家建平交往 那是再好不过了 伯母 刚刚当着汪晴的面 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可不跟建平这事 您千万别误会 不能当真的 佛小姐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是我心目中啊 最佳的媳妇人选 谢谢伯母的太爱 可是我真的不敢当 我其实也没那么好了 我相信建平的眼光 建平在我面前啊 只夸你呢 是吗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我喝好啊 佛小姐来了 来 坐坐坐坐 别客气啊 来 给我 今天佛小姐怎么有时间来玩啊 佛小姐是送发热衣来了 哎呦 顺便提了一句 让你记在心上 真是麻烦你了啊 没事 应该的 那个 老爷 你看同乐 大方得体 善也仁义 你没有觉得跟我们家建平 非常般配啊 伯父伯伯 我一会儿还有事 我就要先走了 在家里吃个便饭嘛 我那个约了客户呢 今天真的方便 好 下次啊 那改日再来啊 好好好 再见 那我送送你 难怪刚才我在门口碰见汪晴 我跟他说话 他没理我就走了 闹了半天 是同乐在这儿了 你呀 忒过多管闲事了 你也不想想 咱们儿子心里怎么想的 乱点渊谱谱 建平要是没那个意思 干嘛跟我们介绍认识啊 还有 要是同乐小姐 对建平没那个意思 何必亲自上门送发热衣啊 你有没有想过 两个孩子的感受啊 孩子善变 多相处一下不就好了吗 没问题的 再说了 同小姐聪明伶俐 肯定会有办法 对付小孩的 事情啊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不是以你的意识为转移的 知道吗 汪晴跟我们抢孩子 我不得不使出杀手锏 她要和那姓周的结婚 要给孩子一个完整家庭 那建平和别的女人结婚 一样可以给孩子们 一个完整的家庭 谁怕谁啊 看来啊 事情越来越复杂喽 为了保护我两个孩子 我看 这个事情还是得 你何等解决得好啊 周总 这个星期 管理部 业务部 财务部的工作内容分别是 不用念了 把材料放下我自己看好了 可是董事长命令我 要亲自向你汇报 我眼睛又没有伤 我看得见 这里没你吃的 你回去吧 那好 那您先看 等您看完了 我才能够回去向董事长复命 不必了 有什么问题她也解决不了 如果我看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直接打给部门总监 你就这么讨厌我 为什么一定要赶我走 现在是上班时间 我请你来不是做陪护的 回去做你该做的事去吧 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吗 有 你替我躺在这儿 让我回去上班 喂 莎莎 给我点钱 我把打牌输了 你怎么又去打牌啊 更了了 邻居在一起吗 不打牌还能干什么了 你又没时间陪我喽 好了好了 你先去我办公室等我 那我先回去了 我明天再来向你报告 这个凳子好舒服啊 明天向莎莎带一个回去 不行不行 这一拿回去 董事上不就看见了 当我们莎莎拿公司的东西回去 印象很不好的 我不能占成小便宜 您是 我在等我女儿胡莎莎 阿姨啊 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路过 顺道来看看 你是 我叫小马 是莎莎的同事 阿姨 您早该过来看看了 走 我带您转转去 我这不成了 刘姥姥进大官员了 再说你们这个阿姨 阿姨什么替公司 阿姨一窍不通的 这不有我吗 随时为您服务 你看你这人说话真逗的 谁爱做你老婆啊 可您天天都开心的 阿姨 我现在还是单身狗一枚呢 我喜欢的姑娘 要是有您这双慧眼 我早给她拿下了 是吗 这谁家的姑娘 这么没眼光啊 阿姨给你介绍 喜欢什么类型呢 跟我说 我喜欢 短发 干脸 不胖不瘦 有文采 温柔贤惠 大方 有内涵 这说的 不就是我们家莎莎吗 对呀阿姨 我的白雪公主 那就是胡莎莎 可惜她已经订婚了 连你都知道了 这也难怪哦 董事长呢 现在把我们家的莎莎 当自己亲人一样的 你们公司员工知道 也是合亲合理的啊 莎莎的未婚夫是周总 这不是你说的吗 莎莎输了一半 另外一半从您口里知道了 这下我明白了 千万别跟我们莎莎说 她是知道了 一定会骂 我不高兴的 拜托了 拜托了 你怎么在这里 我 着急找你有事啊 急什么 这大数据第二阶段 马上就要开始了 一直也没个信 这事是不是黄了 这要等周总 看她什么时候出院了 我跟我妈还有事要聊 你先出去吧 好 阿姨 那我先走了 莎莎 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 不要甜甜打盘 还怪我 不是你令我去敲盘做什么 我怎么会认识那些老龄区啊 现在迷上打麻将啊 这都怪你啊 好好好 多少钱 还是小小 下不为礼啊 好了好了就带了啊 乖女儿 拜拜 拜拜 连你都知道了 这也难怪啊 董事长啊 现在把我们莎莎 都当自己家人看了 你们公司员工知道 那也是合情合理的啊 小何啊 嗯 周总住在哪个医院 你怎么知道周总做院了 周总是咱们领导 他住院的事 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 也是 不过你问这个干嘛 我这不是刚来公司 得表示表示啊 你倒也挺坦白啊 有没有人告诉你 你笑起来特别好看 之前没看出来呀 你是不是经常忽悠小女生 我是说真的 你机会可多就去哪 什么机会 周总目前单身 扭在他身边 长得漂亮 工作能力又强 我不用多说了吧 好了好了 别再贫了 我告诉你就是了 爸 建平啊 现在你妈眼里头 只有同乐 你看着办吧 我跟同乐就是普通朋友关系 就见过几次面 我真不知道我妈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啊 剃头挑的一头热 他把同乐当成媳妇人选了 我得好好跟人家解释解释 要不然你让人家多尴尬呀 我看你啊 还是先向汪晴去解释解释吧 他心里非常的不高兴 我在门口碰见他的时候 我喊他 他都不答应 看来这里边啊 误会挺大的 他门口 他来什么家了 我想了想啊 也不能瞒你 今天白天啊 汪晴来了 好像他们谈了 两个孩子抚养权问题 那妈怎么说呀 当时呢我不在家 我听你妈说了 好像谈得非常的不愉快 又加上那个同乐 送那个发热衣来了 两个人见到一块 真是乱上家乱 好 先进 忙了 找我什么事 昨天的事情我爸跟我说了 同乐他们家生产发热衣 这个人比较热情 也很热心 送了一些来家里 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 你没必要跟我解释啊 你是单身 有权利教你朋友 相信我 我跟他只见过几次面 我们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吃醋了 如果你觉得我是吃醋呢 那就大错特错了 与之相反 我觉得你跟同乐在一起 我挺开心的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就说明你跟我都面临 家庭重组的问题 那孩子的抚养权也可以 重新谈一谈 你跟同乐 跟我跟凯文没有差别 你妈也不用再拿凯文做借口 阻止我亲近孩子 你是相信我还是相信我妈 我对你的私生活不感兴趣 如果你要谈 我可以谈孩子 其他的 是我适配 你干什么呀 你想怎么样 我不想干吗 你上次答应我的 说要好好劝劝你妈 结果你什么都不做 她现在一点余地都不留给我 做事情是要讲究情理法的 她现在连道理都不讲 你让我怎么办啊 难不成有法律诉讼吗 我不想闹上这样 你们也不要逼我闹上这样 你自己说了情理法 但是你只说了理根法 却绕过了情 那我来跟你说情 在我心里 我从来没有把你剔除掉 并且复婚的心情我一直在 从来没有动摇过 上次我们已经聊过了 复婚的话题 以后可以不用再提了 提个提是我的事 答不答应是你的事 还有 我不会跟你因为孩子 对我供他 维持现状是我的底线 恐怕你很难如愿吧 至少你妈跟佟小姐 可不这么想 那你记住我一句话 我妈是我妈 我是我 什么事跟我说 我妈代表不了我 记住了 记住了 凯文 妈最后再求你一句 别那么死心眼好不好 从小到大 你不都一直教育我 做人一定要坚持到底 不是吗 那也要学会审师夺势啊 当年要不是我想开了 下定决心离开你爸 你我今天 能过上这种日子吗 我看你是爱钱多过爱我爸 所以才离开的吧 爱与不爱 我心里最清楚 用不着你来批诺 我说错了吗 我爸最失败的就是不会赚钱 所以才不遭人待见 含恨离世 你不爱听我说我爸 可我很想念我爸 我爸给我留下唯一的 最珍贵的遗产 就是植族 作为我爸的儿子 我感到很骄傲 再听你爸 我 我翻脸了啊 你不是说好不翻脸 我们才谈的吗 如果要翻脸的话 那就不要谈了 那好吧 我们不谈汪晴 谈艾米可以吧 艾米人长得漂亮 家世又好 又是国外上市集团的总裁 多少人梦寐以求都求不来的 你是上辈子烧了高香 人家才会看上你 我并不想高攀好吗 我跟艾米是到此为止 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不想高攀 那好啊 眼前县城就有一个 莎莎对你多好啊 如果你想莎莎做你儿媳妇的话 你应该再多生一个儿子 莎莎下午会来向你汇报工作的 别 换一个人 我已经通知她了 好 如果你让她再来的话 我会再说一遍 我跟她的关系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现在是这样 以后也是这样 你要是想赶走她 你尽管直说 比玉尾莎莎 想赖在洁普 她可是有专业能力的人 来 我都向行李 以后怎么合作 好 来 我给大家吃水果 谢谢马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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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把门带上 是 怎么发这么大火 你去哪儿了 去见你未婚夫了 你去了北京啊 怎么这么快回来 少给我装算 你根本就没什么未婚夫 你暗恋的是周凯文 是又怎么样 我是欣赏她 你想想 如果我做上了总裁夫人 以你的能力 副总这个位子 你追手可得呀 是 总裁夫人确实吸引人 不管周凯文是不会喜欢你的 她不喜欢我没关系 我还是有机会嫁给她的 董事长 希望我做她家的媳妇 那你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吧 什么意思啊 我能让你坐上这个位置 也能让你一无所有 你现在在威胁我 不敢 吴总监 我是凯文 帮我找一家设计刑简最好的公司 我要设计一份请擠 是厌话请擠还是会议请擠 婚礼请擠 记住 我回来上班的第一时间 我要做这件事情 务必准备好 谢谢 这边 在这儿吧 好 我请客啊 不用 立方跟他同事呢 在这里买了很多优惠圈 不用白不用 你好 今晚喝点什么 给我一杯拿铁 好 我也拿铁 好 稍等啊 有没有觉得 这里很眼熟啊 你以前来过 没有啊 你看 是这里吧 你看 是这里吧 想什么呢 这照片谁拍的 是一个叫小乔的 发到我杂志社邮箱的 可是我的朋友里面 我就没有叫小乔的 谁这么无聊啊 我觉得 不重要吧 重要的是照片的内容 你现在相信我说的了吧 照片不能代表什么 说不定只是普通朋友呢 你怎么跟你哥说的一样啊 我哥也这么说啊 那好了 肯定是普通朋友 那 我相信我哥说的话 那你婶呢 你婶也这么说吗 虽然他们可能还没有到 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是照片充分说明了 健平已经有开始交往的女朋友 或许有一天 他们就会结婚 建立自己新的家庭 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我就想不明白 尹家为什么不能对我公平一点呢 我婶呢 也许是操之过极了 但她完全是爱孙心切 她怕被你带走以后 就见不到她了 你也别怪她了 找个时间呢 我好好跟我省聊一聊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别闹上法庭 我也不像那样啊 人与人之间的情分都没了 双方呢 都是为了孩子好 出发点都是统一的 说不定事情会有转机呢 那 您一直是一个念旧的人 你也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 对吧 你还记得王灵吗 前两天呢 她给我打电话 说要让我给他们公司 安排一个五天四夜的旅游 你猜他们要去哪儿 喜马拉雅山啊 喜马拉雅山 少给我装算 你根本就没什么未婚妇 你暗恋的是周凯文 总裁夫人确实戏运人 不管周凯文是不会喜欢你的 我能让你坐上这个位置 也能让你一无所有 最新消息啊 今天汪晴跟尹贝贝啊 在地理量了半天 虽然没有听您说了什么 不过汪晴看起来 好像不太高兴 是不是你的剑缝插针策略奏效了呀 周凯文觉得汪晴的背景太复杂 不想惹这个麻烦 所以把她给甩了 这个消息过你靠近了吧 希望我有这个命 希望我有这个命 出什么事了 小马 她知道我喜欢的是周凯文 她认为我欺骗她非常生气 现在有可能 会做出对我无力的事 那又怎么样啊 她以为她是谁啊 你又没有义务喜欢她 再说了 她跳槽到解谱 拿高兴 都是你帮的她 还想怎么样吗 大数据方面我都依赖她 如果她真的不管了 那我不是露线了吗 我在解谱没有利用价值 董事长就不会支持我 董事长不支持我 我跟凯文就彻底没戏唱 萱萱 我是真的很爱周凯文 我 我可以为了她 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我都努力了这么久 眼看着幸福 就要降临在我身边 为什么这么残忍的对 我想说几句实话 你不准生气啊 周凯文心里已经有人了 想横刀毒爱不容易的 到头来伤的还是你自己 你何必呢 还不如趁早死心转移目标 以你的条件 要找比她更好的男人 不是没有机会的呀 不 我只爱周凯文一个人 没有人 能够代替了她